翠儿 给我听着 没有二少爷的命运 谁都不能动他 给我看重 好 知道了 这天不沙的山上 有一百来号人 秦步云的自治军呢 也有三百来号人 白旗山 连死带活的也就七八个人 不过这三股势力 要是加在一起的话 就远远超过我们的力量了 他们三伯人 凑在一块来进攻我们 几率很小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逐个击破 要是这三股力量 同时和我们作战的话 能不能向河江军分区 申请增援 现在前线吃紧 上级那儿 也没有多余的部队 来增援我们 我们能做的 就是 发动群众 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书彦 想想办法 是 永逸 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毛骨屯 驻扎的时候 那儿的群众技术不错 你看看能不能 从那儿拉几个人过来 行 明天我就过去 驾 驾 驾 停 停 停 慢点 慢点 娘啊 咱们到了 慢点啊 幼秦司令 大驾光临 老太太您也来了 也不说一声 慢点 慢点啊 是花期吧 您知道我呀 久闻大名啊 花期 生意还好吧 偷您的福 好着呢 快屋里请老太太 我就不进去了 我这回来是来看病的 我听说庆渔堂 在野菊坡 开了一家分号是吗 这儿呢 老太太 屋里请 二少爷 快出来 娘 走 秦司令 老夫人 给您请安了 久仰久仰了 咱屋里坐 娘 快去准备准备 好 去去去去去 慢点啊 请 来 来 您慢点 慢点 娘啊 快请 串龙 这是 娘 上茶 您慢用 老太太 您今天大驾光临 这是 是这样的 我老娘听说 庆渔堂在咱们这儿 开了个分号 又听说 夏先生医术高明 所以呢 特地来让您给瞧瞧 真是不敢不敢啊 我呢 是个教书的 不是医生 只不过我们家 开了这个药铺 有些祖传的方子 我不会看不起 行了 别客气 来 夏先生 你太客气了 坐坐坐 庆渔堂啊 在我们东北 不光是卖药 医术也是名声在外啊 今天你给我一个小地方的老夫人把脉 不会见外吧 那我就斗胆给您试试 嗯 嗯 老太太 这样啊 我这店里呢 正好有我们家祖传的玩药 我呢送你两碗 每天吃一碗 中午吃 吃完以后睡个午觉 半个时辰就够啊 如果两天以后 症状还没有缓解 那你再来 好不好 夏先生 那给你添麻烦了 串龙 拿药 好 秦司令 您看啊 这老太太大驾光临 要不中午就别走了 跟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吧 娘 您的意思 咱们在这儿吃饭吗 不 饭就不吃了 这野菊颇客栈 在咱松甫城也是名声在外啊 我想到处走走看看 老太太 都是托秦司令的福 多亏了秦司令照着我们呢 来 咱们大堂请 来 大堂请 来来来来来 来 慢点 慢点啊 慢点啊 娘 慢点啊 来 走 老太太 我这地方乱 什么人都有 您别见怪啊 知道 知道 在这儿做生意 不容易 可不是吗 你殿里的伙计 有几个人哪 小翠儿 快 给老太太看茶 老蓝 山梨 快出来 见过老太太 老太太 给您请安了 老太太急下 娘 就这么几个伙计吗 可不是吗 我是说 这么大的地 就这么几个人经营 真是不容易 都习惯了 云儿 咱们回吧 搁这儿吃了再走吧 娘 咱们回吗 回 好好好 来 慢点啊 慢点啊 您慢走 这不当不正的 这老太太怎么来了 哎 她得啥病了 哎呀 没什么大病 就是心里不痛快 哦 哎 不会是野剧坡里边 还有什么人跟秦家有什么勾连吧 郑委 刚才有个叫许大友的人过来找你 他说今晚秦司令在四海楼 摆桌请你吃饭 他人呢 刚才有事说先走了 还挺急 你先回去吧 哎 来 再来我的火人仙儿 想让我死 做梦吧 大爷我阴曹地府走一走 又回来了 哎 哎 吓死我了你 哎呀 夏公子 夏公子 小飞儿醒了 老子我又活过来了 行了 我告诉你啊 你这衣服是二少爷的 还有 你的命 也是二少爷救的 还不谢谢人家 夏先生 嗯 从今往后我小飞儿这条命就是你的 你让我咋地我就咋地 你让我站着死 我绝对不会躺着 就这么定了 他俩也是吧 这俩崽子更是了 你让我站着死 开个玩笑 哎 丑龙 一会把他採房间去 别让人发现了 行 走了 来 二位 里边请 来 里边请 夏公子 有谁远迎 是礼是礼啊 啊 怎么好意思 劳秦司令的大家呢 哎呀 可别这么说 来 请 请坐 不知道秦司令今天请我吃饭 有何赐教啊 哎呀 怎么能说赐教啊 这个 我今天请你来 有两个意思 这第一呢 你昨天给我老母亲看病 我表示感谢 请你吃顿饭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你看我这老母亲得的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 她老人家也不跟我说 我呢想了解一下情况 病无大碍 但病在心中 这话怎么讲 这么说吧 如果一个人呢 想的事情比较多 又没有能力去解决 那思绪就会乱 这思绪乱了 自然就在脉象上体现出来了 又如果说一个人呢 她敞开胸怀 当断则断 我想就没那么多心病了 夏公子 我 我我听你说话这个意思 这不像是说我老母亲的病 你这话里有话呀 秦司令就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 今天请我来 到底想说什么 聪明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办事 我想请你离开宋府城 秦司令举气不定了 怎么讲 不知道你在犹豫些什么 怎么站起来直走圈啊 我能猜猜吗 我能猜猜吗 蒋介石下了停战令 现在双方正在谈判 秦司令看不清东北的局势 得罪了我夏丰 秦司令该怎么办呢 又或者说 我留下来了 你在担心我们 白旗山和黑虎堂之间 为了争夺那份旷迈图 而打得昏天黑地 你应该向着谁呢 我说得对吗 秦司令 我建议你呢 站在人民的角度上 去思考问题 宋府城属于人民 那张旷迈图 也属于人民 我不妨告诉你 我就是为了 这张旷迈图而来 不拿到旷迈图 不把它交给人民 我不会离开的 不过就凭你那两个人 你这力量也太弱了点吧 秦司令 可能有所不知 离这儿不远 何将军取 有我一个纵队 要不我怎么可能 那么大胆子 因为我后面站的是 民主联军 强大的民主联军 告辞 走 这秦司令请他吃饭呀 呆了没两分钟就出来了 四海楼的饭 连碰都没碰一下 天下就没有白吃的饭 我估摸着 夏丰同志去的时候 就有思想准备 黄首郎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宝盒 你们俩多吃点啊 串龙 你不是在山上吗 嗯 咱没弄点野物啥的 野物 你看我像野物吗 你说你说你说 他不是野物 他是一个猴啊 他还不如一个野物啊 野物还能吃呢 我揍你们啊我 行了赶紧吃饭 赶紧 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该汇报的我也都汇报完了 是呀 接下来该你说了 白祺山和天不杀的妹妹结婚了 这属于兵匪勾结 形势比较严峻 秦步云这个人摇摆不定 他既不想得罪白祺山 也不想得罪我们 他知道这场兵匪勾结之后 我们免不了一场大战 他不想让白祺山留在这儿 也不想让我们留在这儿 对于这个人 我们还得多加提防呢 只要他不倒向白祺山 我们就先不动他 还是原有的姿态 夏丰 我得提醒你一句 白祺山很有可能觉得 自己羽翼丰满了 肯定会对我们下手的 你得提前做好准备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光从武装实力上看呢 我们确实差得很多 我们战士少 但是 我认为我们的同志 都是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战士 如果这仗打得巧 一定可以胜利的 这个事情 我要向上级汇报一下 看看能不能得到 何江军分区的支援 上次不就跟你说了吗 我这人手够 足以应付得了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是 丑门神最近怎么样了 他的情况还不错 情绪比以前稳定多了 通过这段时间对他的了解 我觉得 他很难相信任何人 不过我能感觉到 他已经对我们有了好感 我相信 只要他在我们这儿 我一定能够做通他的工作的 好 走了 九族饭饱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向枫 路上注意安全 雷震 对 那个友好 神red 那是什么叫声 还有例子 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动 别动 靠哪儿 我来给你换药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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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口恢复得还不错 不过我听大妈说 你老想着出去干活 你这伤口还没好 还不能动 知道吗 嗯 是不是馋酒了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还不能喝 还不能喝 喝酒可以 但是每天只能按照我给你规定的量喝 嗯 每天就准能喝这么多 哎 哎 哎 干什么呀马大叔 你这是干什么呀 是 是 你 我们是朋友 朋友之间不言谢 嗯 给我喝的 嗯 好 既然我们是朋友 好 那我就干了 好 好 好 不好了 共产党过山了 集合了集合了 快集合了 动作快点 嗯 大哥 出什么事了 怎么回事啊 别大惊小怪的 姓白的说了 这叫演习 演习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昨天晚上姓白的跟我说的 你看看咱们这支队伍 像什么样子 就得练 这不是这两天要行动了吧 要对付的是共产党他们 队伍就得像队伍 不能像咱们现在这个雄样 我觉得姓白的这小子 说得对 他毕竟是正规军 就得练 咱杀手练过 你练 要不怎么打仗 练吧 师爷 你回去歇着吧 以后再有这样的行动 提前通知你 我先回去了 结果回去歇着 看看你们一个一个 像什么样子 连队都不会站吗 站好 站好了 站好 都给我站好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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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没过去呢 过去干啥呀 新来的刚上手 你瞅着给他嘚瑟呢 啊 他咱怎么那么那么嘚瑟呢 咱兄弟这么多年了 没他不也过来了吗 谁敢动咱 还正规军呢 在这深山老林里 你呀 不还是咱们给他收拾了吗 你呀 得多跟人家好好学学 你都学到本事有什么坏处 师爷 不是我顶你 跟他学 跟他学多了 我怕死得更快 老公 你呀 我想得了 你好 你 你要联系 师爷 师爷 出事了 师爷 怎么了 新来的姑爷把山炮给抓了 现在就在黑武堂呢 走 你不但不训练 还顶撞长官 还和劝你去训练的士兵动手 有这事吗 我没有顶撞长官 那你就把你跟我说过的话 再跟大当家的说一遍 我没有长官 如果有长官 也是我大当家的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你的长官就是白长官 我的长官 是我大当家的 然儿 他说的没错 我们都要听大当家的 但是今天的训练 是大当家的指示 兄弟们 在松府 目前我们的敌人 是共产党 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 比我们强 团队配合意识 也比我们好 只要放在以前 我们的人多 枪多 能独霸一方 但是现在 共产党的人比我们多 枪比我们多 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在这儿 稳坐江山的话 必须拿出你们的真本事外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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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的真是用心良苦 他是真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拿得出像他 跟二当家一样的真本领来 我敢说到那个时候 在松府城 谁会不怕我们 大当家的 齐山请你 今天给我个薄面 就别怪罪这位兄弟了 好 真的是好 平均一番话 盛读十年书 正规君就是正规君 起来 兄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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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吗 不疼 山炮啊 嗯 以后要做个明事里的人物 知道吧 多个人叫白掌管薛薛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宽宏大量 然后再谢谢白掌管 谢过白掌管 谢谢他当家的 顺子 是 带山炮兄弟 到库房领点红尚药头上 是 走 白掌管 好 驾 驾 如果白掌要来攻打我们的话 从黑虎峰到野军坡 只有一条山路 并且这条山路上 有一个一里多困的河沟 这是一个非常好打伏击的地方 因为离黑虎峰非常紧 他绝对不会想到 我们会在那儿埋伏 可是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黑虎峰的人 下来支援怎么办 不可能 就黑虎峰那山上 一百多个土匪乌合之中 我们这儿最少三十个正规军 他要打我们还不得下点血本啊 我估计最少得出九成兵力 如果我们能多些人就好了 他也不知道永逸同志能不能拉来人 我回来了 怎么样啊 看你高兴那样 快说呀 是 周围 不是很理想 也就不到二十个人 这回啊 先带回来了几个 个个都是精壮汉子 政治上绝对可靠 人呢 饿了 楼下呢 花妻姐给弄吃的 那快去看看呀 赶紧的 走 来来来 多多吃点啊 碰菜还在后边 谢谢姐姐啊 谢谢姐姐 二少爷 你这哪儿找到这些人哪 这得问永逸啊 来来来 大家都把碗放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东北联军 五苏里特遣队的队长 接任政委 夏丰同志 谢谢 欢迎大家 我代表东北联军 五苏里特遣队 欢迎大家 夏地长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算参加队伍了呗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革命战士 就是军人 军人 可是我们都没枪 怎么去打胡子啊 谁说没有啊 有的是 就怕你不会使 放心吧 我们个个都是好猎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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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为了今天 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我们干了 干干干干干干 二少爷慢点 这些就是野局破周围的制高点 对 就是这几个比较高的地方 上次让姓夏那小子先站上了 我才吃了败仗 大当家的放心 这次不会了 我们连夜占领这个制高点 天一亮 就从后院打进去 记得 把大门留出来 尽量让他们从大门 往院子中间处 这个时候 院内院外一起往里打 第一小组 进去掩护 第二组 进院内控制制高点 大哥 这抓一个共产党 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擒贼先擒王 这一仗要打出我们的气势 打出我们的威风 要让共产党知道我们的厉害 要让所有松府城 还在犹豫的人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白长官 北城关 木财厂怎么办 那是萧参谋长 只要咱们这动手 同一时间他就在那边动手 那秦司令那边怎么办 人家能答应吗 这事我来办 就不劳烦各位 那今天晚上动手 我们还需要时间来准备 还准备什么呀 咱们要枪有枪 要人有人 下山就干呗 师爷 恕我直言 就咱们的人 现在的军事素质 还远远不够 单兵技术和战术配合 都需要再训练 要想在这儿 跟共产党长期地打下去 没有这些素质可不行 说了大半天 你这不是忽悠人吗 行了 老子 白长官说得对 听白长官的 三天 大当家的 我只需要三天的时间 我保证 一定让这个队伍变个样 白长官 我备好韭菜 等着你的胜利归来 第一队 第一队 收 第二队 第三队 都收拾好了吗 快了 都歇了吧 你 吓我一跳 你是咋进来的呀 走过进来的呀 我走的是窗户 我怎么没看见你呀 你是从门外进来的 我走的是窗户 那个 二少爷的人可都在这儿呢 你这 就这么就来了 我和这个二少爷 无冤无仇 我怕是吗 对了 山上怎么样啊 别提了 自那二当家的 嫁给了姓白的 山上的大事小情 全由那个姓白的说了算 姓白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得提防着点 你说得没错 这姓白的 真不是啥好东西 你们也得提防着点 我 还提防着点 他听吗 姓白的说 弟兄们素质不行 打不了仗 得训练 大当家的 就由着他们练 弟兄们练的那个苦啊 姓白的还说 要打野剧破 大当家的 也由着他打野剧破 还让姓萧的参谋长 打木裁厂 大当家的一句 博他的话都没有 我算看出来了 黑虎堂这点家底 还有这几百好兄弟 早晚得毁在姓白的手里 你不信走着瞧我 师爷 可不能这样啊 黑虎堂弄我今天可不容易 姓白的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你 你得帮着咱们大当家的呀 人家说我脑子老了 跟不上摊儿了 谁啊 让我怎么帮啊 姓白的说的 对呀 大当家的耳根子也太软了吧 这个姓白的 我早晚要让他知道 马王爷长几只眼 不是 你说这要真打起来了 我这野剧破壳怎么办呀 我怎么办呀 躲躲呗 我 人家现在正练兵呢 三天以后才动手呢 你不得躲躲呀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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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楼 谁 二少爷 七姐 丑龙 七姐 二少爷 刚才老苍狼来过了 他来干什么 他说姓白的 要带黑胡堂的人来打野剧破 还有自治军要打木材城 什么时候 三天以后 好了 谢谢七姐 丑龙 换衣服 召开紧急会议 那我先回来啊 好 我分析啊 白七山联合了天不杀 第一个呀 要对付的就是我们 白七山做了天不杀的妹夫 现在在山上指手画脚的 老苍狼估计是未知不顾 所以想利用我们 给那姓白的一点厉害 照你这话的意思 老苍狼这个时候给咱们通风报谢 他的话能信吗 我倒是觉得 这个分析很合理 我认为呢 既然敌人送上门来了 我们就有多少 就消灭多少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否准确 勇于同志 好的 这个事交给我办 好 那牧山上那边怎么办 腾空了 留给萧文斌 他的事让秦步云去解决 丑龙 立刻去找吴奇 把今天咱们这儿的情况 都汇报给他 然后让他汇报给组织 好 快去吧 来 来 这下 好 放完了 好 来 我过来看 第一站的小组 这是你们的位置 记住了吗 第二小组 这是你们的位置 记住了 以我的枪声为例 枪声一响 我们先用排气炮 打乱他们队伍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出发 走 走 走 上级回殿 同意作战方案 乌坚完肥 扩大战果 好 太好了 啊 好 对 好 好 就在地装